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日国足在0比2输给阿曼后 最终整体排名落到倒数第二的位置 虽然本次输掉比赛都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 但国足永无止境地退步 也是触碰了球迷的底线 甚至令很多球迷感到不满想要解散国家队 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下国足会不会解散 如果你也关注这个问题 请给我点个一圈三连 从本次0比2输给越南的蜡眼比分就能看出 国足已经退步到什么程度 甚至曾经还败给越南 不禁让球迷开始怀疑 这样的一支球队 以后拿什么冲进世界杯 亚洲都踢不出去 而面对此次惨败的战绩 李肖鹏也难逃此就 在采访中谈到目前国足的问题和未来发展 表明国足的实力不行 无论是体力还是技术等等 就目前来讲 未来也可能更差 所以必须大正改 从基础去改造 为此礼仪公然反击 作为教练永远不要说自己的球队和球员不行 因为你的职责就是要提高球队和球员的水平和能力 如果做不到这些还要教练干嘛 其实球迷并不是因为输球而不满 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赛场上不够拼 没有尽全力 再加上个别球员的散布式进攻 曾在之前就有网友表明 比赛前看见有球员紧张到多次去厕所 难道真的是因为压力大 怕输球挨骂而不敢踢球吗 而李肖鹏也表示 如果国足能够有个心理大事来开导球员的压力 可能表现会更加出色 中人纷纷表明国足在赛场上的情况 缺小了为是豪在场上敢踢敢踢的那股进 而目前国足也算是终于解脱了 毕竟还要等四年之后 并且国足输给阿曼 排名落到倒数第二 下个世遇赛的档位也随之做出了划分 显然国家队留给国足的机会不多了 这也导致前国家里一怒批李肖鹏 球员身批战袍代表的是国家 国家队的荣誉岂能儿戏 而人民日报认为李肖鹏说的没错 中国的实力确实还不够强大 为此球迷对国足不满意也是事实 但在不够强大和不太满意之间少了什么 是不是应该加倍努力 或者是调整预期 这一点也值得国足去反思 显然所有人都看出来 国足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不努力 作为赛场上不愿拼 不想好好比赛为国家争光的球员 需要淘汰 毕竟还有想要为国争光 想好好比赛提出好的成绩的球员 并且还要反思下国足整体的能力 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